他是非你莫属中 最令张绍刚瞠目结舍的成功学大师 台上遭人鄙视 台下反转打脸老板们 先为我独孙 后心怀天下是他的宗旨 看得出来小伙自信满满 然而这样的开场 却遭到了全场明理案例的嘲讽 杨天下你知道吗 你用你的出场方式 吓到了我 吓到了12位老板 竟然通过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吓到了全国人民 我一直以为他左手穿手枪的 因为他 他走的时候这手一直在兜里 不会真假 可以说到出来 魏敏 咱俩都属于嘴特别欠呢 咱俩就开始抢 来下一位选手 会心中无我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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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中无我 他说他就是天下 因为你的名字叫杨天下的 对 这是你本名还是自己改的 自己改的 其实你的本名叫什么 杨波 我为什么觉得你自己改的呢 因为不会有那么一个爹 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杨天下嘛 老板们看出了小伙的成功学功底 张绍刚顺水推舟 让他秀一段他的智慧 我可以问一下是不是成功学之后改的 因为我看了他 我刚才欣欣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 你学没学过成功学 学个 对 学过 我看见他我就想见了上一期的一个信用 完全不一样 来听一下他说的成功学 安静 各位安静 到了大家学习的时候了 开始 我学的叫做智慧 是什么意思 智慧 就是我们在新活动学的成功学 就是他会教你一个方法 教你一个步骤 教你一个技巧 但是我学的是智慧 就是当你获得智慧之后 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 有任何人问题 任何问题 你就会瞬间 做答案 对待遇到 对待遇到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你特别远吗 我怕被你戳枪了 他打个机器来的吧 他又是一个 受害者 其实是一个受害者 在谈起杨天下的求职意向时 张绍刚的语气里 似乎透露着质疑和不屑 本科上了大学 上到大学四年级 在哪个学校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为什么退学 因为我觉得学校里面 他找不到我想学的东西 杨天下曾经总结了一个叫天下语录 对不对 我对其中的几个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把陌生人当亲人 把亲人当陌生人 这不就是被我们国家的法律 言令禁止的传销吗 任何东西都没有好坏 坏在人心 如果是什么东西 你人用的好了 就是好的 我想奉劝大家一句叫做 说话 就像让确定你的性别 让确定你说说话 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的概念 就是我们受益一些文化的思想 比如说西派文化的思想 西派经济学的思想 我们受益的 人没有错 是你的学的东西错了 就是我们 人没有任何人都是善良的 任何人都是没有 这样这样 咱们不讨论理论 你说的太抽象 因为它这里面都是概念 有人问我为什么成长得这么快 我答 冒号 因为你每天在想自己该怎么走 而我每天在想人类该怎么走 这些事咱就不聊了 太深了 好不好 天家 咱们讲 你再次明确一下 你要找的工作是什么 老板的思想顾问 为什么老板要找你顾问 比如说 我是一个老板 顾什么问 主要是帮你出门话策 不管是你是企业有问题 还是你的家庭有问题 还是你的教育孩子有问题 都可以问我 这个顾问收钱吗 收钱 好 你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 对 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我孩子想学那个 当过孩子 废话 谁没当过孩子 没人夫妇和没人子女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可以给人家顾问 你可以去说个具体的 比如你在哪一方面 有的问题 比方说吧 有一个小孩胆小 胆子很小 胆小 一到晚上 怕黑灯啊 然后怕大老虎 假设啊 那家长就不知道怎么能让孩子胆大一点啊 他问天下呀 你给我顾问顾问吧 来 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 你基本上不会带你小孩去这种 这种场合来 你只要从小就喜欢把你的孩子带到人多的地方去 你的孩子自然会 当当当 如果你总是把他丢在家里面 一个人封闭起来 他胆子不小才怪 他不 内向才怪 虽然主持人惊掉了下巴 而比起对一个求职者能力的探查 老板们似乎更关心他的成长历程 你可以满足我一个世人的好奇吗 你们靠什么生活的每天 我真的很感兴趣 你平常 我现在的收入来源是我有之前的积蓄 你上一段工作是什么 就是培评公司的销售顾问 销售顾问 对 干了多少时间 两个月 为什么不做了 因为老板他非常想念我 我是公司的销售冠军 他非常想念 但是老板没有保险 也没有签合同 不我都说过 两个月实现了多少销售额吗 两个月卖了多少 你个人卖了多少 一万块吧 两个月卖了多少 两个月 一万块 两个月卖了一万块 什么推训课程 你提成多少 你获得了多少提成 百分之五十的提成 百分之五十的提成 两个月五千块的提成 什么课程 留一秒公信教授 留一秒的所谓智慧课程 我明白了 留一秒的 某个培训老师的课程 你刚才讲的 两个月卖了一万块 块钱的课程 对 以你刚才说的这家培训机构 你在那里会被开除的 据我所知 他们的销售 有的销售一年 会卖掉一百多万 对 他们的最好的销售 如果你一个月 只卖到几千块钱的话 你会被开除的 所以我怀疑你是被开除的 而不是说 像你说的那样走的 不 自己主公离开的 我是就是老板 他要留我怎么说呢 他说 因为我去的时候 把整个公司的气氛 都带进去了 带不起来 我想给说几句话 天下 你怎么说话 是你的风格也自由 但如果像穆燕所说 你是有诚心问题的话 我相信老板们的手 是不会留情的 好的 这样吧 天下的这种 气场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现在大家可以判断了 国不其然 第一轮灭掉了十盏灯 而留灯的老板 也仅仅是想再八卦一下 来的原因是什么 穆燕 其实我没有什么职位 但是 我对你还是比较好奇 我想 我以为你有一个准备 就是说 天生我有才 包括你刚才说你有演讲 我想听一听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演讲 这样好 你给我们做一番演讲 做一番你的课程培训里面的 通常用的那种 好不好 好吧 我一旦发现 你吓着我了 我就打断去了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智慧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 没有人去讲清楚 如何获得智慧 就是进入无关和局外 无关甚至 局外 神会怎么样才能进入无关和局外 核心点就要找到乐 唯一的通道就是必须迷上你所做的事 巧成者 普通人 就是靠良心过生活 好好 那个 就说 你这次没吓到我 但是我基本上快睡了嘛 你说的我没有一句听得懂 给我的感觉是 你一直漂浮在一个不知道哪什么样的星球上 你是哪年应该大学毕业 就今年 应该今年大学毕业 你是去年退的学 对 你是哪年参加的高考 参加了四次高考 第一次是2004年 终于到了2007年考量了 对 结果在今年三月份 你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 三个月差不多 对 你选择退学 对 我仍然好奇 是你选择退学 还是你挂了很多的课 你必须要离开 我仍然选择退学 四次高考却在毕业前夕选择退学 着实令人费解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让他做出如此选择呢 三个月之前那个关口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三个月前发生了什么 让你改了名字 退了学 重新规划你的人生 三个月前发生了什么 就是学习 描过了智慧 就是学习了 有一秒的智慧 就是因为看了 学习了 有一个成功学大师的智慧 你父母在知道你要退学的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什么态度 只有现在只有我母亲 一个人认同我 他就说 只有他说了一个 太好了 只有他一个人认同我 这是气话吗 哎呦 你考了四年大学 然后你退学 你妈还说太好了 就是因为他跟我一样学习了 真正去用心去听到描过的东西 你妈妈也去上了 不是你不上 他就 杨伯我觉得做人应该脚踏实地 你不要听某个人讲了什么样的学 你就会误导你的一生 他家适适地站在地上 该上学上学 该上班上班 能干什么 干点什么 当我决定我要 别在这儿好高物远的 哪个老板会找你这样一个人在身边 你想想你何德 何才何能 若干年之后 你觉得这一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个选择 就是三月份你听了这么一堂课 好了各位 我们不要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好做太多 谁是或者谁非的判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杨伯 三个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位 现在只有你们两个留下来了 在老板们的八卦结束后 杨天下意料之中的被淘汰了 而就是这样一辈被全场嘲笑的年轻人 却在节目后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 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会有自己的坚持 就是从我大学退学那天开始 到现在 我一直坚持我心中的一个路 就16年创业失败 然后去经历了17年最低谷的时候 17年整个一年 可能我没见过几千块岩 到了18年就是4月14几号来北京 经过了一个半月的策划 然后后面的话是从2018年的6月4号 就是租了一个工位 租了一个办公位 工位 对不是办公室 就是人家一个办公室 一个工位分给你 还有这样的地方 就像网吧里面的一台电脑 对相对就这样 对对对对 租了一个工位给你 就以这个通讯手机卡作为这个媒介 然后我是从6月4号到9月1号销售了1万张手机卡 全北京城一个月最多买5万张 全北京城所有的运营商 所有的消息团队加起来最多卖5万张 5万张卡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是到8月份做了一个很初级的系统 就是15000元早上做开发了一个系统 后面我到了10月份到了深圳 如今回归本名的杨波先后在深圳 北京 贵州成立多个分公司 而当初嘲笑他的老板们 现在都在哪里呢